电视剧演习攻略即将受关 而剧中袁春浪与真儿的配对令众人不及 甚至有网友表示要众筹给真儿双眼睛 看清袁春浪到底是什么人 真儿虽然只是个宫女 但是她的主儿可是六光之主的大清皇后 所以说真儿没有人要是不可能的 再加上季后非常喜欢真儿 也用重金当聘礼为她宅去 不能说是抢手货 但至少不可能嫁不出去 可是真儿因为对季后感情至深 原本25岁可以按规定出宫 她自愿留了下来 一直到了现在29岁 可是真儿也是人 总归需要友伴 人都有些情六欲 也想要找个人陪伴自己 季后对她再好 毕竟也是主子 感情的空缺中归 需要有个人来填补 所以真儿喜欢上了袁春浪 也是情理之中的 首先袁春浪是大纵管 在宫中的地位都是不低的 另外袁春浪如今的处境看 和真儿又是同一阵营的 真儿对袁春浪的目的从无他想 看得出来是拿袁春浪当自己人的 除了以上 袁春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小说中袁春浪的设定是个美男子啊 想当初袁春浪在当静君的时候 可是心着酷所有女人追求的对象 真儿或许早就看上她了 真儿既然在25岁时候没有出宫 之后就不可能再出宫了 在宫中做宫女 自然只能找个太监 一方面不会失身 另一方面也要有个老来伴 袁春浪身份地位不及王宫贵族 但是在皇宫中算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而这边袁春浪内心高傲 怎么会看上真儿 但是她毕竟要试试掩杖季后 所以也只能同意和真儿在一起 就这样真儿和袁春浪暗中结成对时 真儿此后对袁春浪可谓是无微不至 但是袁春浪却一直对真儿很冷淡 即使住在同一间房里 都不愿意碰真儿一下 她的心里真正爱的人是魏英路 其实方安娜饰演的宫女真儿 自始至终陪伴在贤妃身边 见证着贤妃从与世无争的温婉妃子 变身为上位成功不断配话的皇后 虽然贤妃身份由妃子变为皇后 说是原则也由温婉善良变得心狠手辣 但是真儿依旧心思单纯心理 只有自己主子的安危 正如皇后所说 傻得可爱 就是这样的傻 真儿喜欢袁春浪是真心 即使被利用也只能默默接受 后来袁春浪甚至利用真儿 一步步逼之后造反 幸好皇上早有准备 袁春浪的下场自然非常的惨 皇上没有杀她 而是把已经疯癫的袁春浪 重新送回了永乡 还原则我走了